而在民间 密集则以另一种方式隐秘的存在 每年春节 在少林寺所在的登峰农村 盛行一种奇特的摄火表演 这种披着长矛的怪物 当地人称为猩猩怪 功夫前辈将密集隐藏在猩猩怪的表演中 让功夫以这种世俗的形式秘密传承下去 而在老拳师梁以拳的眼中 如今的猩猩怪表演 却正在失去他的灵魂 过去古老的清醒怪表演 是中国十大武术名师之一 登峰当地辈分最高的一代宗师 年事已高 他想从传统猩猩怪表演中 找回濒临失传的功夫秘籍 想这种活我年轻都不会做 老爷子说这个地方 用个红条压缝起来 然后不然太杂了 知道 有秘籍 还得有传人 老爷子开始给弟子们 亲手猩猩怪的功夫绝技 半年之后 猩猩怪武功 按照传统方式全心亮相 你要想穿上半年猩猩怪 你得有高潮的武术技术 得有真功夫 可不是光叫你用几个动作 等人落一落笑一笑 更容易要是表演自己这样 真功夫 无数的技术技巧 现在是现代化了 但是这些 无数这些老根 不能放弃 不能凝掉 老爷子的心思 老爷子还在从前 还在从前 但时光却已走到了今天 得出现 行星星怪的功夫 怎会有 伤心的心思 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 老爷子虽以偏尽全力 却终究无能为力 尹氏沟 距少林寺西南三十公里 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怀揣着一段秘密 史文杰也不例外 有人说史文杰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也有人说他不过就是个会几招粗笨把式的庄稼汉 史文杰回到家里总是紧闭大门 这里藏着他的秘密 一个四百年前就立下的规矩 我师父说 咱学的东西不能公开脸 不能跟任何人说 就是宁可吃串也绝不外传 这是我在祖师爷 那么向前跪到那对天发的事 全部打华家 六十岁以后 练圈的时候远远不如青年人 年龄不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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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打磨车也能打磨车也能打磨车也 那能打磨车也 挥弄我啥 他这个回来咯 你跟他好好说说 他不思论听我 你和我的师父 就在那边给我下地一会儿看草剑 那你都没得凑着 他那练的啥一掌 我凑啥呢 下到我童年 那就是不正义 我看他这样会挪啥 不感觉正事 对你儿子不关心 练过你也不关心了 我就想让他家里干活 我就不想让他练过 不想让他家里 你能思想 老思想 老眼光 那你想叫你叫好吗 我不会 我要为你干活 不会啊 下巴嫩 然后会有菜子得凉了 虽然史文杰不骄 但恰恰是受他的影响 两个儿子和同伴们 却非常喜欢练功夫 他们正自己琢磨着 习练少林铁沙掌 停 停 停 没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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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非常矛盾 也非常焦虑 即相说 又不能说 即相较 也有不甘讲 主要是怕违背自己的实验 面对亲人的不解 史文杰却始终认为规矩大于天 他的一身绝技只能深藏不露